一架飞机进入暴雨中 前方还有十级龙卷风 闪电不停地劈了下来 他们想尽快离开这里 可闪电把机尾劈坏了 飞机转了几个圈 就进入了龙卷风里 等他们再次醒来后 就出现在一个神秘的小岛上 这里比天堂还要美丽 蝴蝶比老鹰还大 一回头 看到一头大象朝他们走来 几人都是一脸的兴奋 这大象跟猫咪差不多 真想抓几只当宠物一样 然后他们不断向前走去 突然大壮踩碎了石头 抬起脚来一看 上面竟然有黏黏的液体 原来这些不是石头 而是无比巨大的蛋 密密麻麻竟然有这么多 旁边有一只比恐龙还大的蜥蜴 幸好他在睡觉 几人小心地朝前走去 突然胡子哥踩碎了蛋壳 然后掉了下去 里面还有只小蜥蜴 吓得他打破蛋壳跑了出来 可响声惊动了大蜥蜴 他拍拍屁股站了起来 张开大嘴嘶吼一声追向几人 虽然体型巨大 可一个蛋都没踩碎 他们跑进了森林里 可蜥蜴追着小帅不放 一头把他撞飞起来 然后张开大嘴 差点把他吃了进去 在他们奔跑时 被蜥蜴拦住去路 逼近了死角 大壮从包里拿出照明蛋 拔开后挡在身前 阻止蜥蜴前进 他以为蜥蜴害怕了 没想到下一秒 就把火苗吃到嘴里 鼻子里还喷出一缕青烟 可大壮没有放弃 使出一招天马流星拳 结果成功激怒了蜥蜴 然后张开血盆大口 叫了一声 缓缓走向几人 突然一根木桩砸向了蜥蜴 接着又是一根 没几下蜥蜴就被砸晕了 这时出现一个老头 原来他是小帅的爷爷 他们来到武士一厅的豪华别野里 从这里就能看到外面的火山 第二天 老爷子带他们来到一片神奇的城堡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